西兰花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在市面上的蔬菜,原产于意大利,算是一种进口菜。 目前,西兰花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种植,不过价格比普通蔬菜要贵上一些。 其实,国产的蔬花跟西兰花很相似,从形状到口味都类似,只是颜色上蔬花偏白色,而西兰花是翠绿色。 这两种蔬菜同属于十字花和植物,所以长相类似也就很正常了。 西兰花和蔬花不光长相类似,营养成分上也有一定相似之处。 那么,我先先来看看这两者在营养素上的区别。 菜花是一种维生素C含量较高的蔬菜,每100克菜花含维生素C61毫克,而西兰花含维生素C51毫克,不相上香。 不过,在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的含量上,西兰花就远超蔬菜花了。 每100克西兰花含维生素A120毫克,胡萝卜素7210毫克。 相比之下,菜花含维生素A只有5毫克,胡萝卜只有30毫克,相差数百倍之多。 适当补充胡萝卜素,有助于保护免疫系统,免受自由鸡分子的攻击,并具有明显的免疫增强作用。 综合来说,西兰花的诸多营养成分,包括钙、磷、铁、钾、维生素A、胡萝卜等营养素的成分,都跟菜花持平,或者高于菜花。 这么看来西兰花卖得贵,还是有道理的。 经常吃西兰花,对保护心血管也有好处,西兰花里含有的类黄酮物质,是最好的血管清理剂,能够阻止胆固吞氧化,防止血小板凝结,因而减少心脏病与中风的危险。 西兰花钢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,经常便秘的人,不妨特意挑着西兰花的梗吃一些。 说了西兰花这么多好处,那吃西兰花的时候,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? 首先在清洗西兰花的时候,由于西兰花表面凹凸不平,容易残留农药和藏虫,所以很难用水直接冲洗干净。 可以先把西兰花切成小块,然后用碳盐水浸泡10分钟左右,最后用流动的水冲洗两遍以上,这样会倾斜的比,较干净。 在烹饭环节,咱们中国人炒菜,一般都是过油炒,可在过高的油温中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。 如果油温超过120度,绝大部分的必读为生素,都被丧失殆尽。 所以,烹调西兰花最好的方法是,将其隔水蒸五分钟,当西兰花变成亮绿色的时候,食用的口感最好,营养素保留的成分也最高。 各位朋友,你喜欢吃西兰花吗? 你觉得西兰花怎么吃最美味又健康呢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